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防空的能力 而其中呢 其实呢 在水面下的作战部分 过去一直没有国家愿意卖给台湾潜舰 好了 我们也铁了心了 自己的潜舰自己来打造 我们这个潜舰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呢 到底有没有真的结合了世界各国的顶尖技术 而其中是不是有一些技术 是让中共文之也会惊呆了 文之丧胆的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稍微待会儿一起来告诉您 另一方面来看看 这个国民党的政治明星韩国瑜 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 可以说是从神界进入了人间了 现在终于变成稍微有点像烦人的样子了 那么市政总质询被垫的满头包 你上网去Google炒包 出现的居然是韩国瑜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那么在打回原形之后 对国民党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想法吗 会不会去想说 现在呢 如果韩国瑜的民调是领先的 他赢得了国民党的总统初选了 但以他的实力 他的战斗力 能不能撑到大选的最后一刻 有没有可能 最后就是这个大选翻船 那如果万一这样子 国民党又拿不回政权了 该怎么办呢 最近坊间传出了所谓的 灭韩三部曲 到底是有贏还是没贏 稍待会儿一起来了解一下 先来介绍一下与会来宾 谁叫做资深媒体人王二迪先生 惠敏好 大家好 张中博先生 惠敏 观众朋友大家好 财经专家献哥 惠敏好 大家好 军事评论员张有化大哥 惠敏好 大家好 国民党的前立保委员罗书磊小姐 惠敏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风水老师林真一老师 惠敏好 大家好 好 今天就要请老师再来开示一下 这么乱的一个局面里面 到底谁能够脱影而出 先来看VCR 发弹财演讲了几百遍 讲不腻 高雄市长韩国瑜 标题是狂言还有好几句 立足台湾 胸怀大陆 放眼世界 征服宇宙 征服宇宙 韩口号 韩国瑜替自己塑造形象 似乎也是疑难杂症 唯一解药 受任后端不出政绩 却被看破手脚 发言浮夸路线 也让人回想到 1950年代的中共政权 别请养心服 放心服 同会兵旗海漂洋 人手一本红色毛语录 高喊革命屋罪造反尤里 毛主席一手设计出超音赶美 人有多大胆 定有多大财的口号 然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却成为最黑暗的十年光阴 又老又成 选举时一句又老又成 否定高雄 学者分析韩国瑜策略 是先否定城市 再以强人之姿 用独夸承诺推眠市民 直接吸国经济 太像石油 抓紧把复杂政治 转化成简单口号的核心概念 这是韩国瑜和毛泽东的共通点 利用浅白易懂的发言 操控人心 没有逻辑佐证的政治语言 就算一直有韩粉触涌 不过大话说多了 总是有被看破 手脚的一天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自禁区说帖 被嘲讽是小学生作业 还涉嫌抄袭前市长陈局的报告 习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话说得酸 也许太匆忙 那可以多跟一些业界作谈 韩国瑜的自禁区说帖 竟然只有三张白纸 黄杰痛批 1600字就向小学生报告 甚至民进党市议员郭建盟 也跳出来质疑 部分内容涉嫌抄袭 郭建盟拿到陈局团队 委托中山大学做的报告 内容真的雷同吗 对照做比较 韩市府版本提出国际医疗观光园区 在陈局阵内 就已经出现 国际健康产业园区的字眼 其中韩市府主张 允许外国人来台 合设医院担任院长 陈局时代也提到 设立的医疗专办机构 外国人可以充认董市长 甚至在金融服务专区概念中 韩市长说帖 提到设置OPU OSU 开放运用信托机制 投资外国商品 陈局的报告也提到 大幅开放银行证券商的 业务商品范围 概念雷同 市长韩国瑜强调 没有抄袭 但的确参考不少资料 只是看得出来 没花时间做准备 郭董民行政门党 要抢议题主导权 下礼拜一下午 也将跟国民党主席 吴敦毅闭会面 双方要谈什么 民调还是证件发表会 郭董对初选有什么意见 是关注焦点 来营初选制度一变再变 太阳闭门会面接连登场 摆脱不了密室乔世勤 台面上郭董对韩市长 始终兄弟相称 私下角力 只怕也是刀光剑影 好 有人说这面韩三部群 是分三部的 冷韩洞 韩卡韩 刚有机械见你刮 对 没错 虽然国民党不承认 但事实上国民党 现在已经陷入一个 非常严重的无郭瑜情节 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郭台铭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不会你党中央要 韩国瑜说他要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对不对 他不会的 比如说他已经正式说了 那么到底他赞成手机纳 那个手机纳入民调里面 当然比例可以谈 为什么呢 可以经过这个等于说 科学的方式 技术性的克服 我倒觉得他是 这个等于说自己是大老板 所以他认为这没有那么困难 那他支持这样 还有他支持证件发表会 甚至于包括里面的这些人 他们有人支持说 什么证件发表会 五场辩论会都要辩论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选总统 要让人家知道 你要打算怎么做 这些事实上都是韩国瑜 最不能提起的弱点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参加 不要说辩论会 他参加证件会的话 他就是话被动并主动 他什么都不能参加 韩国瑜最尴尬就是 我不能参加 那除此之外 到底文响文响 卡韩三部曲 他是有步骤 有时间性 跟有这个 等于说 他的前提的 为什么呢 记得吗 3月28号 韩国瑜从中国相关这几个点 回来的时候 在机场 韩本高喊 韩总统救台湾 那时候声势很高 那时候声势非常的高 然后紧接而来 突然间 韩本来 吴敦义都已经跟媒体说 要跟这个韩国瑜见面 他突然间 片面的取消 跟吴敦 韩国瑜 片面取消 跟吴敦义见面 而且连电话都不打 传个简讯 说等美国回来再讲 这时候听说 在党中央部分就已经冷了 为什么呢 好像我整个国民党的中央 好像对韩国瑜完全没有办法 然后你也不尊重我 这时候就有所谓的 这个卡韩三部曲的第一部曲 冷韩开始 那么紧接而来 那么韩国瑜也发表五点声明 说这个 他愿意负起责任 选总统 可是问题是 在此阶段不能参加 国民党的初选 那再加上 这个在此之前 韩国瑜从美国回来以后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党中央给了一个荣誉状 给了郭台铭 所以呢 才会有李嘉峰说 背后被放冷枪 那种感觉 这时候 人家说 洞韩这个第二部曲呢 已经开始了 到了五月三号的时候呢 那么因为他在议会词询 一直私分 一直私分 包括时代力量的 那个女议员呢 黄杰的那个翻白眼事件 你 问东 答西 讲不出来 发大财 爱台湾 爱高雄 那你到底你的资金区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什么 结果呢 就被刮刮卡手 反而在这个地方 郭台铭自己本身 反而他深夜开奖资金区 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你韩国瑜的主张 结果是郭台铭听你讲 然后郭台铭说 如果是他的话 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做 比如说农产品 列到最后面去 因为农产品八百三十项 如果进来的话 从资金区这样出去的话 从中国进来 那会伤害到台湾的农业啊 所以他真的形同 其实只给你资金区就对了 你自己提的你自己不知道 而我却可以坎坎而谈 然后一项两项三项那样谈 那么事实上也因为这样 要小心民进党也要 跟国民党要小心的是 小心玉棒相争 柯P得利 为什么呢 蓝绿相争 因为柯P其实在过去的 这个八个月里面 因为寒流寒潮的效应 在网路上 他唯一可以治好的就是 网内的这个声量 被寒流打到的底骨 打到了底啊 那包括台湾的过去那种 一直赌卖那个现象不在 他不在是媒体宠的 这几天笑得笑嘻嘻的 为什么呢 终于有机会了 因为韩国瑜落了 对 你看呢 温度回来了 第一名韩国瑜 第二名蔡英文 第三名就是柯文哲 虽然还不是说顶尖非常高 但是他重新回到前三名啊 所以玉棒相争 要小心柯文哲 反而从中得利益 好这个韩国瑜本来是神级的人物嘛 但是我们看到网路的这个声量趋势 也出现在下降之中 那么是不是其实包括中 包括南部 包括北部 有一些国民党节道 确实比较忧心中 也没有到所谓的卡汗灭汗啦 就只是希望国民党 能够赢得最大党 怎么好像他选了 朱立伦本来第二名调的 现在被郭台铭超越 因为郭台铭宣布参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他民调声势最高的时候 结果他们经过评比发现 或者分析发现 就是说这个朱立伦从第二名变成第四名 然后他本来两位数的变成各位数 那真正是被郭台铭全部吸干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好 一方面 马英九他在运作郭台铭 本来他是支持朱立伦 然后运作郭台铭 马英九这一股力量 也是来到了郭台铭这边 对 也到了郭台铭这边 那现在有人在劝退朱立伦 是不是那你不要出来选 或者是说你把你的选票 在党内的选票完全转移给郭台铭 你有没有看过民调 如果郭家珠会银含吗 郭家珠跟含大概是差7个百分点左右 那就剩下王咯 那就剩下王了嘛 王刚刚好都是8个百分点到11个百分点 哇 就一成支持度 所以呢 现在国民党内 他自己本身也有一种叫做卡韩的氛围 这种卡韩的氛围 现在分成南北两地 尤其是郭台铭出来以后是越来越明显 我先讲南部好了 南部各位要知道 当时候帮韩国瑜打天下的高雄县长叫杨秋新 那杨秋新呢 现在在南部为郭台铭请跑 为郭台铭请跑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对于某一些所谓的我们讲叫做素人吧 素人名嘴吧 他们这些人都接到了杨秋新的电话 你是说像抢抢棍那种吗 抢抢棍啊 文三博啊 还有 贴纸歌什么吗 对对对 好 他们其他人 接到电话了 通通说接到电话 安排他们要跟郭见面 在北部呢 那我知道郭台铭旁边的一个大将 他呢就是找了很多 分成三批 已经找过部分的蓝银名嘴 本来也有找我啦 那刚刚好 那我两次我都出国 我通通不在台湾 他们就是说分三批 找了这些名嘴 各位可以去看 就是说某一些政论节目 他突然本来从永韩 或者支持韩变成了支持郭 那变成支持郭呢 那他们就借用了韩黑世界 或者韩粉事件的攻击 然后他们站了出来 就是反对了韩国瑜 所以他南北两边的串联 那我认为不是巧合 是有人居中运作 那居中运作 各位最明显的 本来国民党的总统副总统 选举提名办法 是在五月一号 中常会要通过的 然后延到五月八号 那五月八号 他还不讨论 那显然他在创造一个氛围 说等我非要见过郭台铭 就是吴敦义见了郭台铭以后 我才会定案 那显然那个时候 一旦提名的话 朱立伦弃选 还有其他人弃选的话 你现在讲朱立伦弃选 朱立伦必然弃选 因为他的民调太差 就我所知 你很多国民党大佬 都已经在那个 劝他不要搅局了 叫他发起 不过说的 他最近的表现还不错 蛮有大局为重的feel就对了 他现在都是大局为重 你看他各方不得罪 所以一旦朱立伦张亚中 等于就是说委屈个四年嘛 四年后是不是又一片江山 谁知道 没有啊 说不定他的气血 那未来上台的人 万一选上总统 那你有个职位给他 对不对 所以朱立伦他还年轻 所以国民党大佬 现在都在劝他 是不是串联一下 然后支持郭台铭 那支持郭台铭 只要民调差到百分之三的误差范围内 那郭台铭就有可能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看国民党 虽然做了29次民调 每一次都是韩国瑜一枝独秀 但是其他人如果真的能够串联起来的话 未必不是郭台铭 就我所知 现在黄复兴党不已经完全转向 那转向谁 转向郭台铭 所以这时候听听国民党 有一些大佬也不错 大佬穿梭一下 说不定朱立伦就弃选了 居然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民进党就是没有大佬 只有老大 现在可能要真的是肉搏相见 我们来看看现在到底怎么状况 其实这个对于大家来关心的是韩国瑜 因为5月3号 至今区的这个市政总执行出来之后 红了一个黄洁白眼女神 其实会不会也黑了韩国瑜 也不算黑露出真面目而已 所以这个4月29号 他的支持度还有对上其他两位对手 还有42% 但是到了5月8号 5月3号是至今区的事件 5天之后他的民调掉了39% 掉了3% 其实郭台铭也掉 他从429做民调到5月8号 掉了2% 其实都还算在误差范围之内 蔡英文倒是缓步上扬了 所以赖清德 有一个赖功德事件怎么说 出来初选之后 蔡英文动了起来 所以蔡英文民调也跟着上来了 这是我觉得赖清德参加 宣布参与初选之后 对蔡英文一个很正向的正能量的激荡 他增加了2% 对上郭台铭他也增加2% 蛮一致的 柯文哲最近网路声量慢慢回来了 现在也笑得比较开心了 他增加1% 另外对上郭台铭他增加2% 这是我们看到的友台的民调 再来看的是 民进党没有大佬只有老大 一切见真章硬碰硬的时候 到底谁能够当大王呢 来看一下T台的一个最新民调 刚刚第一章我们看一下 总支持度里面 蔡英文已经小赢赖清德1%了 这怎么赢的 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章 我们来看看手机支持度 如果友台开始坐进手机制图之后 蔡英文是以23%赢赖清德19% 视化支持度的部分 蔡英文拿到了27% 赖清德拿到了31%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 赖清德觉得说不要用手机民调 他担心有作弊的疑虑 而事实上是因为 手机民调他知道自己 没有办法超越蔡总统 而当中这手机支持度 手机持有者大部分 就是蛮多年轻人 几乎都只用手机联络了嘛 在年轻支持度方面 我们再看一下一张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状况 又呈现什么的一个情形 蔡英文领先10% 在20到29岁的支持度里面 蔡英文23% 赖清德是13% 所以这几个数据出来之后 当然不同的机构 有不同的民调结果 而我们来看看这个五人协调小组 有没有办法借着各个民调 来让台这个民进党里面 其实现在团结合作的民进党 都不一定能够赢国民党了 所以呢是不是有人 可以再趁这段时间 好好的协调协调 不得而知 这个我们想请教一下罗委员 我们看到赖跟锅出现的这些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两个人都为服下降 會不會讓國民黨很擔心 本來是贏贏掉 貨貨貨又輸輸掉 因為國民黨絕對不可能 有任何毀誰的計畫 尤其像國民黨已經底定了 這是初選 那初選就是民調 國民黨會不會擔心 現在不毀韓的話 到時候年底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把國民黨毀掉 你看看 其實毀韓 這是有志之士的擔心 不是 我跟你講 那個黑韓就是面韓 已經面了兩年了 從韓國瑜再選 那個高雄市長的時候 民進黨也是請前黨的力量 在打韓國瑜嘛 可是打到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那時候問民進黨 你縱使什麼國民進黨 那時候打到年始終沒人進黨 那簡直是 警察是沒有抄家面子而已嘛 那我們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那當然 你站在國民黨立場 我們已經把它確定好了嘛 就是民調嘛 那民調就是很公開 公平 公正嘛 那他拿手機民調 你說你說誰 國民黨會不會納入手機民調 國民黨好像也有考慮這樣子做 那這次真的是時代里程碑了 民進黨也要手機 國民黨也要手機 因為民調都有機會 真的做假的 所以都是這樣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國民黨我敢講說 絕對沒有說什麼 大家講得好像那麼陰謀 好像在邊連續劇一樣 好 我們看到國民黨否認說 有滅韓計畫 但是我們只能說 韓國瑜可能真的是 自己毀滅掉了自己 尤其是過去一個禮拜的表現 對 所以昨天他已經在臉書說了 我來 我想 我做到 改寫了 凱撒大帝的 我來 我見 我征服 他必須也要為他這 一個多禮拜來的 一些脫序的表現呢 來開始消毒一下 所以他說高雄的遠景 我來 我想 我做到 但是到底這陣子 現在炮火融融 隔空交火 都為了這幾個質詢 我們來回顧一下 首先呢 就這個康宜成嘛 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回答 我們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回答 我們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回答 我再接手回答 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回答完 我立刻接著回答 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先回答 我再回答 請經濟發展局副局長先回答完 我再回答 好嗎 還不可以 我知道 答案 我也知道內容 但是我覺得 讓我們今天發展局局長來回答 沒關係 你就是不回答 不過我是覺得 議員問了你 你知道 那你就回答嘛 對不對 又坦白說 何必浪費時間 對不對 你知道你就回答 所以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還是他可能真的累了 累了 有可能 好 全中運 那我們都曉得 運動員 台灣運動 是刻不容緩 發展 刻不容緩 那運動員如果還沒有進場 我問你 致辭 是不是要致辭給運動員聽 那運動員進場之後 才要致辭給他們聽對不對 那還沒進場要致辭給誰聽 針對這一段 我們怎麼樣 我們請經發局局長回答 運動員都還沒進場 在外面在排隊 你當時在說給什麼人聽了 跟議員報告 包括端午節龍舟比賽 我們市政務團隊 都大概舉辦 28位局處長要划龍舟 我們剛剛市政務 非常重視運動產業的 好不好 盡情放心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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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議員跟韓國瑜的這個畫面 一時有人真的會被你這種跳邏輯反應不過來 好 再來 就是發大財 這是韓國瑜的經典名言絕句嘛 是不是 從選前的順口六一直到選後 但是有時候有些話 不能一直重複講 講久了就沒有新意 我告訴你做不夠就好 市政務你做不夠先說來 議員我告訴你 拜託 你等一下說給我順口 不要太緊張 我的口眼你 你這樣歡迎不夠 你怎麼做國王市政務 還有比我講那麼快 你還沒當地的 我算道有資訊 說得很漂亮 讓你選頂 你跟我說對做不夠 你做不夠的工作 我都不用跟你直順了 來 你打扮一下市政務 這十一間你跟我說一下 我不用跟你直順 六位時間 快點 來 這十條你對著做不夠 你沒說到這裡做得夠 你都做得夠 歐洲油你做得夠 拜託你也學不夠好嗎 來 你說一下 請打扮 來 市政務 我給你機會 我們坦白重寬 好不好 來 你說一下 快點 我的時間沒過 對不起 李議員 我言乾脆 麻煩你講一下稍慢 你講稍微 這樣你要訓練 我告訴你 我們南臺灣高雄的人 聽說是我們這種議員的問題 我知道 我聽有李議員 你講慢一點 可以拖時間 然後也可以不用回答 這句話 我們也把它學起來 以後惠銘問問題 我會說 你講慢一點 你講慢一點 我在講這句話的五秒當中 我就可以思考回答你的答案 或者這個時候 可能有人可以來救我 地紙條 瑞瑞哥可以地紙條給我嗎 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答案嘛 來 我們來看看 所以這可能是密碼 對 什麼叫地紙條 你講慢一點 這個過程就可以爭取到一個 地紙條的空間 給市長 所以五月十號就是前幾天 我們就發現 市長後面的位置有蹊蹺 就本來這個研考會的主委李明義 他不是坐在市長正後方的 我們都看到王賢秀吧 那他突然從面對議員的那個位置 蹦蹦蹦大扳風 跑到了市長正後方 那原來他坐的位置 就由社會局局長來地步 那什麼原因 也許沒有什麼原因 就可能只是單純換位置 但有人講 因為這幾天觀察到 研考會主委 他給他地紙條 打PASS的機率特別高 所以他們就發現 放在這個正後方 大家看一下這距離很近嘛 來 那我們來模擬一遍 議員 你講慢一點 後面PASS過來 也許可以解決一些 燃眉之急 搞這一招 對 國民黨初選的政見辯論 可以讓他打PASS嗎 也許吧 是的 好 可能他 所以他不一定會去參加 政見辯論會 現在那麼多人要出來穿選 而狀況好像每天都像變化球一樣 變化莫測 到底誰比較有可能出現 林老師 現在大家都在三立 一個開示 在古代 這個亂世 都是諸侯出來搶位置 那如果是太平天年 就是九五飛龍在天的人 他就順利的上去 所以我們現在呢 連神 連那個南昆森的神 都不敢決定 也就是說 神 你怎麼說連神 別神都不知道了 更不要說是你了 所以今天抽不到籤嘛 但是 他是給台灣第一次 人來做決定 所以台灣人自己要有智慧 現在只有長 朱侯相的 九四之相的 也有可能當總統 因為這樣是亂舉 所以他會出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你老師有被摸摸了 你看看他過去也沒說沒準對不對 也是都有可能準 對啊 現在人要聰明 人要聰明 你不是只有 你不是只有 你這是跟韓國語學的 我們說嘛 你作為一個台灣的這個總統 你的任務是什麼 第一個 國家不能丟掉 第二個你的外交 第三個才會回到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國防或經濟 那這些人你在考慮的時候 你不要盲目的只是報復 或者是不喜歡投毒籃票 這種貨有一天會飛到你的身上 這一次面臨的比較嚴肅 就是說他兩極化 兩極化呢 中間有一個柯文哲在等著撿槍 柯文哲在現在已經撿到一把了 那個藍槍 藍銀這個要整合是 要非常非常大的很高的智慧 因為現在韓國語跟這個郭台銘 顯然成為英跟楊的分裂點 但是現在目前是小英還沒有到 跟這個賴靖德那麼嚴重的分裂點 但是最起碼他已經撿到一把槍 所以他人家問他你要不要選 他說百分之五十 為什麼什麼叫百分之五十 因為我撿到了 我確定我心裡中撿到了一把槍嘛 那撿到一把槍就加分嘛 那如果這個藍 綠銀 如果在兩個人在沒辦法協調 到打到那個氣氛的時候 他認為他撿到兩把槍 所以要小心 他現在還沒有要出來 他是在等待那個槍有沒有掉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說 那我們也要想一想 就是說我選了柯文哲 那我剛才講的檢驗是 你要不要就是用這個思維邏輯 我覺得民眾已經很成熟 我們已經選了很久的民族 真的你獨藍瓶不要投 因為獨藍瓶是來亂票 你會有一天那個倒霉 會飛到自己的身上 憲哥 因為你獨藍瓶嘛 那你投出去的能量 跟鴿子一樣嘛 他會反回來嘛 這個是很簡單的 這是宇宙的這個 叫公平法則 我覺得你今天說得不錯 你今天今天說得不錯 我幫你睡著 我來選總統好了 對啊 老師今天說得滿有智慧的 因為我還在九三 我連幫你都沒資格 再亂下去九三也會出頭 是不是 現在九四都有可能出頭了 好 但是就是老師講的沒有錯 台灣在亞洲地區可以是說 民主還算是 雖然我們常常也覺得我們的民主很多地方表現得沒有很好 但是算是相對成熟的一個地方 所以今天 你事業做成功了 你賺大錢了 你現在想要來做總統 你也有機會 但是 你做老闆 你是花水的肩膀 新人都是領你的薪水 再怎麼不服也只能聽你的 因為要領你的薪水 兩千三百萬人民可是老闆啊 我們來看首富身感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過去說傷而憂而逝 這是過去就有了 紅頂商人 後來都會在青鳥的時候 你就是變成一品大員嘛 我們過去也說一句話說 翻了屁股就翻了腦袋 這句話真的是對 因為你本來就不一樣的那些情境嘛 你做老闆的時候 老闆班啊 你今天要選總統 臉要笑 你嘴要爹 你腰要軟啊 你記到中部的你愛叫啊 你記到小孩你愛補啊 不然別人了 你記到小孩一個臉 QQQ的小孩就最天真 最浪愛的小孩 小孩沒補沒事情補了 罵罵好 你這沒人緣 對吧 我們郭台銘就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對郭董 怎麼會變這麼多啦 郭台銘 這是其實是郭台銘 以前他的本性 因為做老闆之後 電腦中他的本性沒有去 他一陣頭在做旋鈕的時候 為了有開帽子 他去到山頂部 老闆夫都要補兵人 都要吃粉 人家都一包粉 經營的一包兵人進去 他一腳跪在肚子 說老闆夫拜託拜託 我先給我用這個好不好 拜託你 這個好像一個好奇 白手起家就是這樣子 對 人家那個時候是這樣 當然現在就是這樣 五月切到12點 都發問了 這跟川普一樣 開始發問 小兵也都沒有在睡 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睡在一個行軍床 他說 他睡得很舒服 因為他想到他過幾天 衝進去的時候 他都睡在地面上 他在台中的新鞋 新鞋一個叫山豬琵琶 為什麼台中的新鞋叫山豬琵琶 因為台中的新鞋那裡 他會不時就打枉木了 早上的時候 你到10點以前都打枉木 所以他的琵琶有夠甜 連山豬都想要來偷吃 所以也叫山豬琵琶 曾先生跟曾太太 因為他永齡基金會有賣他的米 賣後 而且他們女兒都拿到 他兩年的獎金 今年10萬10萬 所以曾太太就很感興 那時候 賣兩萬二百萬 我們這個郭董 郭董這次都在那裡蒸 就是他吃 那麵 他吃兩碗米粉 他也跟你說 吃兩碗炒米粉 再吃什麼 再吃兩碗牛肉湯 再吃三碗的那個香菇雞湯 雞腿也吃了 我會吃怎麼會做 你看我69歲 我吃了有吃 你們69歲 你們吃很少的對不對 吃很少的就不好 你們說69歲 我就會吃兩碗米粉 吃麵粉 我吃麵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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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我可以 可是我害我自己 我害我自己吃那麽多 那麵 那麵他剛才開工 開工到多少 開工到12點 我們有一個好生 吃這個也有說話 有一個好生 他在研究所 他就問 你在研究什麼 他們女兒就很感謝 因為拿到兩年 10萬10萬 他去美國遊學 那個太太 以前是老師 你教人家說過事 人家也教國董 他要說過事 怎麼說 他說我在這裡 有了很多 而且 曾爺爺跟曾媽媽 八十幾歲了 這個家庭 何樂 你是覺得噁心還是接地氣 我覺得接地氣 你覺得接地氣 你覺得接地氣 這樣你台灣 你打2%而已 不是 他說人家八十歲了 身體要盡用 他這就要跟你說什麼 跟你說家庭關聯 他的意思是說這個家庭是一個非常好的家庭 所以你不要看他的法文都有目的 但是現在有人在說 你到底是當事要死 最近發現說 崑海 他的新的當事 當事的名字 一樣有郭台銘 但是 郭台銘說 我絕對不會回到當事長 為什麼 我做當事長 我不一定會做當事長 你們大家不要選我 我就不是當事長 我今天他會做什麼 他會做總裁 他要總裁兼總統 兩個總 對 對不對 所以說 人家的 人家的像鐵金 軟的 軟得像麻糬 這就是他要做政典 像我們這個人想要做政典 我怎麼覺得你要選擇 我怎麼聽到你 我怎麼想要投影 我只有一票而已 我意思是說 要做政典就要這樣 你要選我們就沒辦法了 我們就只有一票而已 所以你說就是接地氣 這是郭台銘的變跟不變 但是我們 這件事情 郭台銘參選 這一個禮拜 還有一件事情我們想說 也驚呆了 不是他幫記者 吸血帶這件事情而已 中國大陸居然沒有罵他 我們也驚呆了 因為郭台銘他講說 他覺得現在就是什麼 中華民族之下 有一個中華民國 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哇 講的是天崩地利啊 這句話講出去 阿共還沒有罵他 那他跟阿共是一本特別的交情 還是阿共太忙了 忙著對付美國 沒有時間理他 各位去看 你郭台銘去美國 又待馬祖又待關公 各位 你要知道 你郭台銘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只要去看他的關公 他有杯子 那個叫做鳳杯 好 只要杯子凍 或者香燒得不完整 或者燒出其他 不是一樣平的香 我跟你講 郭台銘會出大事 就是整個鴻海 他會出大事 這個是郭台銘非常相信的 對不對 若委員 對不對 一個香一個酒 就是鳳酒 他跟習近平會透過兩個管道 一個管道叫做王岐山 事實上郭台銘跟王岐山 已經交手很多次 各位去看 他又拍了一部電影 是白銀帝國對不對 對不對 是郭富城演的 那部片子是王岐山叫他拍的 他還拿了錢去投資三西片場 那從這個角度 我們看他跟王岐山關係很好 那另外一個 郭台銘有任何遭遇到 中國大陸不公的事情 包含智慧產權 包含商標 包含商業機密 他都會去找王岐山 所以他跟王岐山的關係 真正是很好 他敢拍王岐山的桌子 這個是郭台銘的個性 那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個人我們通通忽略了 現在是人大委員長 叫栗戰書 他是習近平辦公室主任 中央辦公廳主任 他跟栗戰書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各位 所以他是仗勢的 跟他們兩個很好 就跟中國嗆聲 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國家 不 他講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兩個國家 那這一點 各位馬上看 你看馬英九 馬上幫他還家 就是說九二共識 大家承認一中 只不過能不能一中各表 這是馬英九講的 不是那我說的 馬英九馬上幫他講話 你要知道 剛剛憲哥講的 你郭台銘為什麼下鄉 有人給他建議 叫做long stay 各位想想看 2007年馬英九的下鄉 就是long stay 那郭台銘顯然 是要吸取馬英九這個教訓 所以呢 他到花式戲鞋帶 去大社吃那個雞湯 等等那些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郭台銘 他學馬英九 就是正如同我剛剛講的 他背後的軍師一定是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這個系統 會幫他去push很多事情 這也就是說郭台銘他出來 他也知道他的民調不如韓國瑜 他想趁國民黨在民調展開前 能夠讓他的聲勢起來 順便讓我講個一句話 作為結語 國民黨的初選 從過年搞到今天還沒開始 那民進黨的初選 是從過年搞到今天還沒結束 有話大哥都這麼講了 到底一個初選還沒結束 一個初選還沒開始 柯文哲已經撿到一把槍了 另外一把槍讓他撿到 怎麼得了呢 這對羅書類委員來說 可是憂心忠忠了 他說柯文哲參選市長的第一天 就把他怕到今天了 他討厭這件衝痛 有可憐這件衝痛 我知道那個柯粉跟韓粉有重疊性在 那假如說韓國瑜不選 那柯文哲出來選的機率就很高 那還有一些就是說 柯文哲他的支持者裡面 有一些什麼討厭 那個國民黨也討厭民進黨的 那所以他就是靠中間那一塊 那事實上我要講一個就是說 其實那個國民黨內部有一副民調 就是那個四星大學做的 他剛開始那個那個 那個郭台銘他一宣布要參選的時候 那四星大學做一副民調 那我們都知道 吳主席很相信四星大學的民調 包括這一次我們那個2020 等於去年的去年的選舉 2018 9和1 2018 9和1選舉的時候 四星大學的民調都非常準 那我們這副民調裡面就說 韓國瑜是29.8 那郭台銘是29 也就差距只有0.8 就在誤差範圍裡面 那那個時候國民黨認為說 那個假如那個韓國瑜不方便出來選 那個因為高雄一個承諾的問題 那假如有一個郭台銘代替也是可以的 可是有一個現象在就是說 假如韓國瑜不出來選 韓國瑜不選的話 那大家看到那個柯文哲的民調就上來了 因為只有韓國瑜出來選 才能夠壓制那個柯文哲 那假如說韓國瑜不選 那郭台銘出來選 那當然有些民調認為說 郭台銘還是贏那個柯文哲 可是差距很小 那我們剛剛在講說國民黨 所以你現在也陷入天人交戰就對了 你又希望國民黨贏 又不想讓柯文哲占到便宜 所以你要支持韓國瑜 所以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 我剛剛提到了 國民黨現在最終的目標 也是最大的目標 也是大家前黨一次就是說 一定要奪回政權 一定要重返執政 那重返執政一定要最強的 那最強的誰最強 不管你說你將來 不管你韓國瑜 什麼出了很多很多的賊 或是說他在質詢裡面 出了很多問題 可是他民調還是最高 那他假如民調還是最高 沒有 這個要慢慢看 對 那你慢慢看 這就真的需要滾動民調 慢慢的一個一個看 可是你現在慢慢看 因為國民黨馬上六月份 現在五月了 六月份就要決定了 那假如到六月份 韓國瑜還是最高的話 那你還是 就是韓國瑜了 還是就是韓國瑜吧 沒有錯 不是 不管 我們又沒有選李四川當市長 不是 為什麼現在要給李四川來做主政 那個代詞參選的多了事 也不是 說到我今天也會長起來 也不是只有韓國瑜 高雄市議員抗議成 質詢橋頭科學園區 市長韓國瑜 看起來還是有點狀況外 猛找金發局長來帶打 引發議員不滿 當市長的人不清楚不了解 偏偏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卻在臉書 PO文公告大力多 他說橋頭科學園區要來了 陳其邁說 這是他擔任立委時 向中央爭取的重要地方建設 也是競選高雄市長時的重要政見 總統蔡英文會到橋頭 親自報告好消息 這樣的PO文一出 不少賣粉暴動 他們在臉書狂留言 怎麼感覺你才是高雄市長 還有好多人說 後悔沒頭擬 現在才知道 什麼是真金不怕火煉 但也有人反鑽高雄市長韓國瑜 有人心情惦惦 成就護理 但有人卻心緣一馬 只想跳板北漂 有沒有心真當家園看了就知道 自豪早就知道美中貿易戰要開打 鴻海在中國的百萬大軍四處在全球轉移 但逃跑速度 趕不上美中開戰速度 鴻海股價受到影響應聲倒地 從88塊跌到剩84塊跌幅3.30元 川普一句話 讓鴻海市值蒸發455億元 鴻海從中國大舉出逃 把工廠和產線移動到美國威斯康辛 印度回流台灣 還有轉移到日本夏普 中國員工從最高峰100萬人 現在仍有60萬 相較美國4年3000億台幣投資 鴻海在中國仍有86%的產值 版圖仍是中國最大 不知道是選總統對民眾喊話 還是對自家股東喊話 鴻海大軍在中國加大業大 不僅在美中貿易戰中首當其衝 更成為郭董從政 最讓外界質疑的軟樂 美國政府替台灣發聲 中國流亡富商郭文貴爆料 這只是美國的第一步 郭文貴預言 美國針對台灣及香港 將有如同組合全班一系列大動作 對香港自貿區制裁 包括美元匯率 司法合作 香港官員等等 讓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 以及美國高官來台 都顯得只是小事 接下來大家會看到 整個關於中共的控制的國有企業 在海外成為過街的老鼠 很多人現在都要折價賣出 持有的跟中國有關的不平 中共正在往死亡的路上狂奔 這一點也不誇張 郭文貴說 接下來日本 歐洲都會跟上美國腳步 讓中國在海外勢力逐漸穩縮 連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都當不上 台灣下界總統就是郭台銘了 肯定是郭台銘 不用選 郭台銘早就不好去了 郭文貴去年9月9日預言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會選台灣下界總統 也點名提醒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 小心死於非命 對照時事 郭文貴欲言神準 這一回又放話 美國將有大動作 後續效應值得關注 郭台銘如果 郭台銘現在講話好像剪刀槍耶 也很大聲耶 他說 中國如果怎樣 我馬上班阿 有可能嗎 可能馬上班嗎 他錢要搬出中國 就很大的難題了好不好 對 我們剛才說郭文貴現在 最腳踏最準 心頭暖昏昏 一旁邊 還要韓國瑜伽一旁邊 要郭台銘 但是從大陸的大衆來說 現在只有一個 去頭刺 誰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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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郭台銘說 我跟你說 我沒在怕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我跟你說 現在是台銘你救我 不是我去救他 因為台銘現在維穩 維穩就是社會都要穩定 為什麼穩 第一個就要穩定 第二個 外銷要穩定 外貿要穩定 經濟要穩定 金融要穩定 我跟你說都會扣我 誰才是老大 我才是老大 現在台灣敢跟台銘叫辦 只剪刀而已 對不對 以前你不要看 當時你不要一個 當調貴族語 現在就是只有他而已 沒有 這麼猛 為什麼國民黨名料 才是輸韓國語 我不知道 國民黨的事情 看不到 但是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 我現在要將我 富士康 在天津跟沈泉 的工廠要簽名 我四個月十千 我就答應韓國瑜 韓國瑜也這樣說 他說 我現在一國月 來要拿到土地 現在大學生五萬元 起床 縮數六萬 博數八萬 我告訴你 高雄誰誰叫 唉唷 高雄票就照出來 對不對 但是 對現在在台銘的台銘 因為中美貿易戰爭 這個信只有一個選 要選 要選這麼簡單 請神榮義送神難 你現在想要走 走不出來 你知道嗎 包括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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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厲害嗎 印度 在幾年 GDP就超過英國 全世界 招名第五 你不要看 招名第五到第六 超過英國 這些民主 幾年都回來了 以前是英國 在通知 印度 現在換我超過 你是電郎 我是原位 現在電郎 受益比原位更高 讚 他現在第五名 他說我2030年 要超過日本 要超過中國 所以現在大家都招去印度 現在LG 上去 三星上去 日本三菱 幾個都走印度 200公里多少錢 要去印度 但是 那不是很簡單 因為台銘現在 飾業5.3% 5.3%多少 700萬人 在2千塊九年 就1%而已 所以說他現在 700萬人飾業 所以現在 習近平發一個什麼 千萬青年下鄉學習 因為 城市哪有混亂 都是失業人口 所以這個失業人口 要看他那個抄疊 好可怕 他們現在自己來補 也很嚴重 但是外商 要處理那麼簡單嗎 對啊 不是穿太多 我說2016年就好 2016年 這國最大經的銀行 就是德意志 有夠大隻 對不對 台東收收的 寬寬的要走 不可以走 整個 只要走 這是外商銀行 丟台灣的時候 丟的跟什麼一樣 是啊 你看看 來台灣發走就走 對啊 在巴黎什麼銀行 台灣的政官我們是分析師 我中華民國的分析師 我不可以亂說 但外商亂說都沒有事情 是不是 我後四人要做外國人 真的不想做台灣人 你看 因為中國要這樣 這麼簡單 你只要地方 地方的官員 就要收一年了 因為 我是做那個 譬如說我是野門的黨委書記 我就只靠你 倒數我待會兒就成功了 你今天給我貼貼 我一定是溫習的 你只要收 不關明的 收 晚上的 收頭收到對 大頭收頭 要收一年 收一年之後 就來中央 他也不會來幫你 再來 我們跟他說 你以前有幫我簽用嗎 簽說你要做做十年 沒有我以前 給你的三年五檢辦 你怎麼行為 另外五檢一斤 要補 要補 要補回來 是啊 日本一間公司 竟然簽一個五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為了要補貼賠償金 我跟你說 以前千五十年 也覺得賺到有沒有 是啊 現在就知道 死了 因為這 真的阿婆 這真的 這真的 不是說你只有那裡賣賣的 你要拿錢放人 很嚴重 所以你看 日本社會 關閉廣 廣州藏 代價全部資產被沒收 這樣就不夠 就補貼補貼賠償金 沒有好 人家把你扣起來 你唱歌不能走 那你剛剛講這幾個案例 難道沒有適用在郭台銘身上嗎 但是我們說 因為我現在一百萬的 六天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間有些技巧 那些技巧 我們不知道裡面的技巧是什麼 但是我們慢慢看 看完後來就會出一條線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啦 沒有啦 是不是有默契了 我們也不知道 他參選總統也 雖然說心裡頭一直墊著墊著 但是他其實有一段時間 至少在今年過年的時候 張善政坦承說 當初郭台銘還是說 不然馬英九跟張善政再配 選一下的嘛 所以過年的時候 他還是希望馬英九 能夠再御駕清真 再爭一次啊 所以 這事情真的是蠻多細巧 真的很值得再看下去 所以這時候 林老師 你再出來 他就是不得來指臉迷勁一下 林老師 我們講說今年會有股災 那這個股災果然消息來了 但是中共很妙 他其實喜歡 他的八是他的Lucky 可是碰到九 他就很 所以你看他奧運會的時候 就是選在2008年 然後 八 這個八月 八號 然後晚上 八點八分 八秒 開場嘛 所以 他認為 因為他是八路軍 以前是從這個八路軍 所以他認為那個數字是對他好 可是九 對他來講 其實是一個 一個要 需要要過的一個難關 你看他1949年 是他還在跟國共 還在大江南北這樣拼來拼去 那個時候他剛就是成立他的黨 那到隔年 就是隔一個十年 就是他就大躍進 大躍進的時候產生大飢荒 那個大飢荒死了好幾千萬人 二十 所以那個是1959年 那甚至於西藏在那一次 那門鎮壓他 大概也死 西藏也死了八十多萬人 所以這是隔十年的九 在隔十年的九 他跟蘇聯戰爭 叫寶島戰爭 村寶島 村寶島 村寶島戰爭 到1979年 那他又跟越南戰爭 所以每碰到九 都好像有事了 然後那一次死傷也滿巨大 雖然打一個月而已 然後到八九年 就是六四天安門 那我們也知道 那個坦克車那個畫片都 都都都都都都都 那一次是統計是 官方統計是一萬多人了 死掉 然後到了接下來的這個 1999法輪功出世 所以到現在還沒結束 那個法輪功 這個到也在跟他對抗 那到了2009年 就是西藏的烏魯木齊 也是發生了這個暴動 所以那一次大概受傷 有1700多人 可是大概死了200人左右 那這一次來到了1 2019 2019 2019 美國這個 中美大戰 對 所以他這個 他這一年是不太好過了 所以他一定要撐過這一關 要不然的話 他每逢九 其實都很棘手 都都很 就不是戰爭 就是大部分都是很激烈 那這一次如果只是貿易戰 不要流血 那打一打 大家破財消災 可能也是一個好事 對 那郭台銘講這個兩岸的論述 是中國對他信任基礎夠 還是怎麼回事 沒坑聲就是沒坑聲 有時候大家講好了 反正選舉有的時候騙一騙 就可以過關 口號喊一喊 但是有沒有實力不知道 所以我們選民一定很清楚 我們是要有實力來承擔這個位置 而不是只是有口號 我們就滿足了 所以你選那麼久了 你破壞的 很多都沒做的 過去的一些總統 都會跳票 所以 口號政治是不好 口號政治不太好 我們要評估的是 你撐起來嗎 我現在拿黃金 拿三百斤給你撐 你要撐起來 要撐起來 報告